那轟20目前依照它有的数据 确实未来它出现的话 会改变整个世界战略的格局 那中国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虽然说是轟6 一直不断地改进 但是它毕竟是老式的轰炸机 所以对轟20来讲的话 当然对中国大陆军方来讲 它是殷切的期盼 希望它能够出来 可是我觉得说是 有时候慢工才能够出细活 那你今天如果说是要展出来 确实你不管性能方面 你一定要压过美国的B21 你这种战略轰炸机才有意义 下个月会看到轟20吗 珠海航展 为什么呢 从这个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 讲的一句话让大家听出了端倪 有没有可能轟20这个时候 真的要出现了呢 请教栗将军 我们先来看疑似轟20的展示图 让大家自行的有很多的想象力 首先是于庆江的空军副司令 在记者会上他这么介绍 中国这一次在珠海航展上 首先第一会让大家看到新的战机机型 什么样的战机机型呢 会展现远端战略投送 还有空中打击能力 又要能投送 又要能够远端的 长城的 又有空中打击能力 而且会把大家一直想看的全部拿出来 解放军的空军司令王委还记得吗 在年初的时候 三月收曾经说 中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快了 你们等着 好资料补充 这个是腾讯网的专栏作家 又看风云起 他说轰20呢 还没有官宣啦 但是有很多军迷大家在猜测 作战半径可能会达到4000到5000公里 搭载长箭矢等远端的巡航导弹 来进行精确的打击 最大的航程可以超过12000公里 也就是说到美国不是问题到印度不是问题 还有呢到这个澳洲恐怕也不是问题 我特别想可能会失望 我认为先轰20这次不太可能会出现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到它是非的状况 一般来讲如果说是要成熟战机来讲的话 它必须要经过 或许它有秘密是非啦 但是如果说是你要在珠海航空上 这种正式的场合公开亮相来讲的话 它必须要是很成熟 而且已经可以做商用 推销了它才会推展出来 才会做这个 那轰20目前依照它有的数据 确实未来它出现的话 会改变整个世界战略的格局 那美国现在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远程的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我们知道有B1 有这个新型的有B21还有B2 这种隐身型的轰炸机 那中国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虽然说是轰6 一直不断的改进 但是它毕竟是老式的轰炸机 所以对轰20来讲的话 当然对中国大陆军方来讲 它是殷切的期盼 希望它能够出来 可是我觉得说是 有时候慢工才能够出细活 那你今天如果说要展出来 确实你不管性能方面 你一定要压过美国的B21 你这种战略轰炸机才有意义 比如说是你的雷达截面机 以现在来讲 我们知道的数据是0.1平方公尺 那这么大的截面机 当然有足够的穿透性 它可以细弹量可以带达20吨 不管细带传统的弹药 或者是细带的核子武器 就像你讲的 其实印度前两年就很紧张 那我特别说印度你不用紧张 中国不会用轰20去打你 它的这种歼20就足够了在那个地方 大概不会轰20像这种 大概它目标指的 大概是跟美国一种 国际格局的一个对抗的战性 但是我相信 我想说这次珠海航空展 可能出来不会太大 但是大家不要失望 因为珠海航空展 我去查过它的官宣 它这次来讲 有很多让人家亮眼的东西 很值得大家去看 第一个它展览面积比去年 比两年前 它两年举行一次 这次来讲面积多了25% 多了很多的面积 那展触的内容 包括空 天 海 陆都有 空是什么呢 它展览这次 真的很值得去看 大家可以看到它展览什么 它展览长额6号拿回来的土壤 它有展览出来 对 月壤 对 月壤有拿回来 新式的在太空 太空之中的这个 包括雀桥2号 还有长额6号的模型 也有展览出来 这是空 那天方面它远程的这种 它所谓远程的投送能力 可能应该指的是运20 可以做远程的投送 包括人员物资 还有运游20 那空中打击能力来讲的话 是不是指的是它的个型的飞弹 那当然来讲的话 海来讲的话 这是也有很多新式的装备可以看 比如说是它海空都有新型的无人机 跟无人舰艇的展出 我想这是这次出海航空展的亮点在这边 那昏20可能我个人研判 因为到目前为止 是还没有正式的官宣 也没有正式的数据 那会不会突然这个亮相 那我们也是希望 所以突然一下子 突然居然出来了 那我猜错了 我也希望打脸自己讲座话 哈喽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中天 二台用心制播的节目 喜欢的话呢 也请给我们点鼓励 帮我们按下订阅加分享 并可以持续的在每个礼拜一 到礼拜五同一个时间 继续的来收看 我们精心制作的节目 那现在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产品 那就是中天保养品牌 KS所推出的最新产品 KS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它的成分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厉害 有避免蓝光神盾的 照照直萃 能防御环境里的 3C产品 以及各种光源 对于我们肌肤 所造成的各种伤害 还添加了黄金海藻成分 帮助我们的肌肤 持续的活化 继续的维持年轻 而这是KS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呢 不认识在你出门的时候 或者是你出去游玩到海边 绝对都是非常必备的 一上利器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选择这次KS Royal Care 皇家呵护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让你防晒隔离 一次解决 抗光动灵一瓶就能搞定 您的保养日常就交给KS吧 好了一定很多朋友会问说 这插起来到底会不会像 坊间的这个防晒乳 有点黏黏的 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放心放心 完全不会 因为这支产品 它插起来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完全不黏腻 不含伤料 所以这个儿童 孕妇甚至全家人 都可以来使用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请到快点给我下单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852将赏有更多折扣哦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